刪掉不要的 所以我們來試一下 我這邊已經把它做出三個按鈕 目前看起來應該是運作OK 所以這邊的話 三個按鈕把第一個按下去 第二個 第三個刪除的話 這三個不能不見 結果這兩個沒動 我看一下 是不是我選的 我知道我應該是刪除的 這個應該是指定的按鈕 沒指定對 我來試一下 指定那個 時間到了 到底什麼狀況 chart 等一下我看一下 .name 主要是去抓它的名稱 是不是那個 是不是chart 如果是的話就刪 不是的話就不刪 那可是我現在 最後我看這個地方 Ctrl Q看一下 print的那個 我們可以用print的 這個active chart的name button 所以這個下一個 再來下一個也是button嗎 對 都第一個 難道是這邊要改成i嗎 第i一個 或者是說另外一種寫法 我有兩個寫法 一個是for each的寫法 一個是for i的寫法 底下我這邊也有放 所以你們回去可以參考一下 因為現在 如果用這個 for each的每一個 全部把它刪掉 這樣刪除 假如用這個方法 對這個可以 所以這邊把它重新指定 刪除所有的 OK 所以一個 兩個 三個 這樣OK了 一樣呢 陳思維把它放在雲端上面 那主要是什麼 判斷說它的name 它的名稱 的後 前 laps 前五個字 是不是叫chart 如果是就刪 那如果不是就button 它就按鈕就不刪除 所以這個地方 請各位回去再試做看看 畫面再黃點 各位一下 OK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那今天的話 你們就把這個檔案 存檔 那存檔的名稱也許叫什麼 製作圖表吧 然後呢 就把它存在 這個 到時候我會開poto 開那個moodle 那你們就再把那個作業 再把它上傳上去就可以了 OK 今天先到這裡